今天是资子花各种病害的一个问题和汇总 大家看图片去找一找你们是否遇到过 第一个臭宝 你可以看到它的叶片 整体来说由黑发亮 养得非常之棒 但是缺陷在于哪里呢 缺陷就在于它用的这个土还是有点泥巴状 种的有点偏 其他没毛病 像这种呢有点皱皱巴巴的 还是有点肥大 它用的肥料很给力啊 用的比较多 这种就比较正常的一个状态 你看第二个臭宝 它上面呢这个花孤朵这个样子 这种应该都是被虫子啃过的样子 或者是因为硬伤 又或者是因为喷过水之后 水滴聚在上面 聚在上面之后呢 就导致它那个细胞壁给泡破了 你就打个比方说你理解的话 就像你的手和脚经常洗衣服 洗的时间比较长 它就会泡得有点泡泡的感觉 对不对 是一个道理呢 你像第三张图片的这个土宝呢 它叶子出现了一个荷尖胶尖 这种片片的一个发黄呢 是因为什么呢 缺过水 然后呢还容易焖根 你像 这种花的叶片很好判断 它的叶脉发黄 就是水大或者是肥大 如果是这种片片的发黄 还有一种胶尖 这就是因为焖根 缺过水 而后来又焖过根 或者是让来回导致的 你看第四张图片体现的就比较明显了 这种就是水大和肥大的一个体现了 当然了不仅仅是通过叶脉去看 叶尖也可以看出来 它这个就是水大了 有点抛过头了 好吧 那第五张图片呢 这种有人发褐色的焦呢 就是说缺过水 缺肥缺水 缺过水它也会这样子 不仅仅是片黄 其实从叶子里面也可以看出来 发干发褐 发红 它就是缺水 还有片黄 它也是缺水 缺营养 你像那种发黑 叶脉发黄 就是水大 肥大 那这张这个 这个醋宝就是 大家可以看到上面还水盈盈的 这个就直接是泡嗝屁了 这个就更加的水大了 跟烟咸菜一样 那不泡坏了吗 像一个醋宝 这个问题不大 就是花苞个别的发黄 这就是因为什么呢 营养供不上 因为这种花 说开花的时候 你们可以看到 你像正常 就这么大一颗的花 正常来说 开个三五种花是很正常 你看上面多少个花苞 甚至十几二十几个 你买回去甚至三十几个 营养跟不上 它就会缺花苞 掉花苞 然后这个花苞说 我用了肥了 用了肥了 多给点光照 多给点光照 光照不足也不好的 再下一个的醋宝 这种就是长时间的一个浆苗 一般都是碱性过高导致的 你怎么理解呢 就像人一样有胃 胃不是有胃酸 胃酸帮助人消化食物的 胃酸分泌不足 就会消化不良 消化不良就会营养不良 营养不良时间长了 就浆苗了 植物也是一个道理 好吧 这个就碱性过高 可以用繁菲水来调配 再下一个的臭宝呢 总体的叶子 由黑发亮 然后呢 也是给咱家伙说的 是吧 出现了这种发黄的这种胶边 还是因为缺过水 不是说它现在缺水 是之前缺过水 晒过头 它就会这个样子 再下一个臭宝呢 这个呢 就是正常的一个代谢黄了 因为这种内糖渣 它就是容易发黄 你可以看到 它这个总体的通风 还是差点意思的 这是很正常的现象 再加上呢 它现在开花 需要大量的养肺 它只有说是代谢掉 一些个叶片 来抽它们的营养 供给开花 你要盖它这个点 再下一个的臭宝 这个就是养的 要死不活的感觉 浇水没有浇透 这种就是浇水浇不透 很多话说 我说你这个缺水了 我刚缺水了 就比方说你 长时间不吃饭 你饿了 没有力气 你不可能 吃上饭就有力气吧 这不是说 这不是加油 跟开汽车一样 加上油就能跑 你就像一个电动车一样 去了你得充会儿电 现在这个呢 你没浇透水 还没充满电呢 浇个透水就行了 然后这个花苞 肯定是保不住了 好了 这是一片长篇大论的自制花 常见的一些个毛病了 希望花尔门 自制花能够没什么问题 我是老花一 杨花最爱一决不热 就点个赞 下期再见 白了 说不 关防 现在 我 你 消失 我 我 没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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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